现在人有个错误的认知 他觉得金钱是万能 只要有钱就可以把我的孩子交好 只要有钱就可以解决问题 现在有没有很多人有这种观念 有 所以外国人很有气魄 2002年美国专门强调伦理道德教育 还特别拨款从本来的两亿 5000万调到7亿5000万整整调了三倍 有没有用 你觉得有没有气魄 结果他们同时做了一个调查 针对8000多个中学生做心理问卷 71%的孩子做过比68%的孩子大 过人 35%的孩子在商场里面偷过东西 这个测试里面有一道题 在后面有一道题 请问你觉得你的道德高尚吗 达道德高尚的中学生高达96% 诸位朋友 71%做过比68%打过 人 35%在商场里面偷过东西结果他的结论 96%的孩子觉得他品德高尚 请问这一群这个时代的孩子 他依循的是谁的标准 谁是标准 他自己 请问孩子这种态度跟谁学的 假如他的国家领导人动不动就带着军队去打人 打完之后回来说 他说诸位小朋友你们不要跟人家乱打架 要注意这个教会 他听不听不听 所以外国人第一个他是否掌握教育的核心 教育不是钱多有用 教育也不是说多了有用 也不是你的理论的书很多就有用 最重要的在说文解字里面把它点出来 什么叫教 上所诗下所孝教教 欲养子始作善也 才两行字把教育的核心都点出来 诸位朋友 您对于老祖宗的智慧的信心 绝对取决于你对经典的深入 你真正有去领受教会 你欲读会欲佩服 所以教育里面最重要的第一个要交对的东西 始作善也 当孩子有个善良的心 他就有善良的行为 他自然而然就会有很多善良的朋友 他的人生会幸福 而我们如何教他这些善的行为 不是要求他读很多书 而是先要求自己要做到 当我们表现出来是善的行为 你的孩子在潜移默化当中都会受很深的感动 诸位朋友 你相信我这句话吗 有些人相信有些人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 假如你没什么感觉那你要冷静思考 你旁边都没有善人都没有演出让你感动的戏 不然只要有人演出来一定会感动周遭的人 我敢跟你打包票 因为人知出性本善 只要有人演一定有人感动有人效法 在深圳有一位老师他当初也是学习中国文化一段时间 我人在海口刚好去年3月15日 深圳有些老师邀请我过去讲课 结果他们就问邀请我的老师说 这位老师要讲什么 他就跟他说这位老师要讲弟子规 结果他们说弟子规有什么好讲的 那个不是给小孩学的吗 为什么不讲讲论语 结果这位老师虽然是这么讲 但是也去听第一节课 听完之后他突然觉得自己很多狠 基本的做人道理都还没有去落实 所以他调整了他的态度很认真学弟子规 他说还没学弟子规以前看很多这些圣贤书 觉得自己善根真的非常深厚 有时候还蛮佩服自己的 结果学了弟子规以后觉得连校都没有做到 要好好检讨 诸位朋友是觉得自己善根深厚好 还是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学好 前者好还是后者好 前者是活得不清不楚 后者懂得支持近乎勇 所以我们说修行修行要修正行为 发现自己的过失你才会越来越明白 要当个明白人才好 改正自己的过失这叫真修行 他们五月份遇到母亲节这位老师 他刚好也回家乡去 学了就要做 所以他要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 刚好又遇到他生日 周围家长现在孩子生日第一个想到什么 蛋糕 还有没有 教子使作善也 请问第一个念头想到蛋糕是善吗 所以孩子很多的反应都已经流露出教育的结果 我们要冷静看看这个种子是拨对了 还是拨错了要慎思慎思 这么好的机会教育应该让他第一个想到的是 生日即是母亲的受难日 要谨记母亲怀胎的辛劳生产的辛苦 让他能够生起知恩报恩之心 这叫教育 所以这个老师回去 他要感谢父母 就拉了三个椅子 刚好他的外婆也在 就请外婆爸爸妈妈做好 结果他的母亲比较敏感 他说 女儿你到底要干什么 妈 这个老师就跟他的母亲 跟着三位长者讲 他说 我人生三十多年来 让你们操了不少心 现在我已经开始在学习圣贤教会 所以从今以后我要当个孝顺的女儿 不再让你们操心 而三十多年的养育之恩会聚在心里 今天刚好是我生日 我要好好感谢父母 所以今天要跟父母行三桂九寇礼 这个老师第一摆摆下去 他的母亲眼泪马上流下来 诸位朋友 那是什么类 欣慰的眼泪 其实当母亲的人 不会去想要孩子回馈什么 但是孩子有这份孝心 就会让他很欣慰 天底下谁最傻 妈妈最好骗 不要求回馈你给他一些好言好语 对他尽点孝心 他就满足得不得了 这个老师第二摆摆下去 他的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 马上走到他先生的旁边 开始帮他先生做按摩 他儿子好像觉得在这样的气氛之下 我不做些什么好像怪怪的 不言之叫 妈妈的这份孝心已经让他的孩子感受的很强烈 所以他觉得现在应该去帮他爸爸服务一下 所以身教潜移默化力量非常强 这个孩子回到家里进门很大方就对他的父母说 爸爸妈妈明年我生日也要拜你们两个 这是教育上行下校要不要花钱 真正人生重要的是钱没什么大作用 从这里我们回想一下西方人他发现了德行很重要 那都是问题已经发生的时候 所以他现在要去解决 请问他知道德行的根本在哪里吗 要能治本才能解决问题 所以现在他们的大企业也花很多钱在做培训 用中国话讲教临时抱佛脚 请问一个人的亲和力 一个人有礼貌的态度能不能两个月练成 假如他本来很酷都不会笑 马上去练两个月 对人家校相信客户走进来 看他笑全身起鸡皮疙瘩很不自然 因为他那个微笑 想的是你的口袋的钱要到我这里来 而不是打从内心对人的尊敬 中国扎德行的根在什么时候 从小才能扎德行的根 从小不交 狗不叫姓乃千 长那么大了再要把他拉回来 都很困难 所以一定要从小交 《易经》里面有一句重要的话 蒙尼养正圣公也 这个蒙是代表天地初开 万物都还很脆弱 这时候要好好保护它 好好养育它 所以这个蒙卦隐身到孩子的教育 就是孩子小时候就要养他的浩然正气 正确的处事待人态度 你把他养好了 这个功德最神 圣 假如你养出了一个范仲淹圣公也 现在要养出范仲淹 容不容易 怎么会不容易 现在你把孩子养得很孝顺 他马上绿丛中一点红 他马上绿丛中一点红 他马上绿丛中一点红